请您先认真仔细地看一看 国家应急管理部从2021年开始每年发布过的 有关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的内容及数据 现在整理一下前面展示的 由消防救援局和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 虽然这些数据前后严重矛盾 但是我们可以只保留符合逻辑的部分 进行计算 获得结果 让我们再听一听CCTV的关于新能源汽车火灾率的说法 我们首先找到了近三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火灾数量 统计计算后发现 新能源汽车的火灾发生率从2021年的万分之1.85 降低到了2023年的万分之0.96 那么燃油车的火灾率是多少 2022年国家公安部交通司公布的燃油汽车的火灾率为万分之2.5 新能源汽车的火灾率为万分之1.5 与此同时燃油车的起火率则在万分之1.5左右 整体来看当前新能源汽车的起火率甚至低于燃油车 CCTV的数据显然与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CCTV关于挪威的说法 我重新进行了验证 结果与CCTV不完全一致 接下来 您再听一下CCTV的说法 与此同时 我们也找到了国际上的公开数据 在世界上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例最高的国家 挪威 汽油和柴油汽车的火灾发生率 是新能源汽车的4到5倍 依据由消防救援局和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 计算获得的新能源汽车的火灾率 是CCTV公布新能源汽车火灾率的两倍 2022年国家公安部交通司公布的燃油汽车的火灾率 打CCTV公布燃油汽车火灾率万分之1个点 新能源汽车的火灾率与CCTV公布 2022年火灾率几乎持平 关于挪威的数据与本人验证计算所获得数据相差一倍 那么你该相信哪个数据呢 如果要我必须相信这里的数据 我更倾向于相信依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计算获得的结果 虽然这一数据也是前后矛盾 非常荒唐 极不靠谱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日本的汽车火灾率 数据显示 日本的汽车火灾率只有十万分之四 这一数据说明什么 希望我的粉丝以及能看到此视频的网友们认真思考一下